蔡英文总统28号接见公总理监事 劳动部长郭芳玉也在场陪同 针对最近劳基法修法草案引发劳资争议 蔡英文致辞时表示会倾听沟通与对话 在劳基法修正案位上路前 仍会依照现行规定来处理劳工七天国定假日问题 不过对于周秀二日到底是要依照劳工团体 要求的明定为两天都是例假日 或是采取行政院版的一例一休 蔡英文并未明确表态 立法院在审查的过程中 要让不同的意见有完整的表达的机会 也要透过朝野协商的机制 去寻求社会最大的共识 同时在新的制度没有上路之前 政府也会依照劳基法现行的规定 来处理七天假期的问题 我们也一定会确保劳工的权益 政府有责任把台湾的劳工 从低薪和过劳的边缘拉回来 不论是休假的保障 工时的限制 加班费的提供 这些劳基法的基本规定 我们都会严格的来执行 这么多年来 不论在野或者是在政府工作 我有一个信念 那就是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只有不想解决问题的人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